在南找的饭馆也难不住好吃喝 欢迎大家收看新一期的文革探店 今天咱们在铜销路这边 找了一个林仪那边非常有特色的小吃 米饭 咱们哥去饭吃一下 要了一个饭15块钱的饭一斤饼 这个多钱一份 用饭 用这个挖 不能用这个挖 我也可以拼盘是吧 可以 我自己挖我给你麻烦了 能赔了这把我跟你说 今天点了一斤饼 一碗15块钱的饭 5块钱的平盘小咸饭 一共30块钱 低劲吧 对这个饭正确的打开方式是什么 溜边 切 这个饭的味道一入嘴巴 是咸咸的五香粉 胡椒粉 有点小麻辣的感觉 这个饭里面 牛肉片 鸡蛋花 香菜 这就是汤 牛肉汤熬出来 你知道不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叫萨 那边有剪 你干什么 你干了你指的枪 鲨鱼 公顶行 还有木顶行吗 陈皮 肉桂 紫豆 雀皮 当桂 白纸 广桂 我跟你说这个萨你千万别小看 这个配方要了没有 这些妈在这二三十位总有 看这些东西吧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估计都是得胜挺有益的 说多了人心的我是买薄荐品的 就没意思了 说了 到了这个邻居那边吧 早餐起来就是这个饼王 舅的这个仨 这就是人家的早餐 到了济南那边了 就是甜蜡 舅的什么巴子肉一类的东西了 听到这边你们可以抢答了 听到这边就什么知道了吧 大行五斤小屁油早餐起来 小伙子也行我觉得 又没这么活的 我这个饼烙得挺好的 就是那种葱花饼 上面带芝麻刚烙的 这热了之后 味道确不错 这个饼吧 够你们个大份儿的清楚了 五块钱的小菜 你可以自己挖 但你不能浪费 炒着咸菜拌着海带 还有个豆腐 味道还行 不是说人一样 你自己挖或者自己住 人家就给你胡作 做的那么咸 不是啊 你说挖着别浪费 能吃饮 咱们今天点了一斤饼 然后五块钱 小两菜 点了一个萨 一共三十块钱 这就是一个套餐 咱也不知道咱这个 说人林仪当地那边 可能就是这么个吃法 这是个最基本的配置 咱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骗子 跟咱推销 你们给我留个言 尤其是林仪早庄地区的朋友 给我留个言 看看你们那边的朋友 是不是也这么个吃法 我听说他们那边吧 有泡这饼吃的 还有那个分这饼吃的 撕这饼吃的 我是卷这饼吃的 我严有这个办法吧 可以拔饼和泡菜吧 还有这个萨吧 一口解决 让你一口解决 什么叫十斤 十斤萨饼 羊菜 这个店在同行路上 米餐撒管 你实在找不到的话吧 你又在小程序里面搜 吃货导航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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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